后面讲 母亲告诉我一件往事 我刚一岁的时候 一次疾病差点夺去我的小命 说那个时候我刚出生 不多就一岁 生了一场病 远在千里之外的矿区工作的父亲 在接到电报的时候 末班车已经开走了 也就是当天回不来了 那怎么办 这个时候说这个孩子疾病 可能命都快没了 于是他就跋山涉水 徒步走了一夜的山路 当天晚上父亲一看没车了 自己走山路 走了一夜 然后冒着生命危险 爬上了一列运煤的火车 感觉跟这个铁道游击队一样 爬上运煤的火车 然后再搭乘老乡的拖拉机 几经辗转 最终在第二天的傍晚 奇迹般的赶回了小城 就是大家都认为你根本不可能回来的 但是没想到父亲回来了 满脸的汗水和灰土的父亲 把已经转危为安的我抱在怀里 那个时候好在我还是活下来了 几滴泪水落到了我的脸上 我哇哇的哭了 这个时候的这个孩子其实还不懂事 但是呢 他写出了这个父亲的爱和心酸 那些山路全是悬崖绝壁 当然这是一句话 这肯定是父亲后来回忆的话 当年想一想 自己爬的那个路 全是悬崖 全是峭壁 想起来呢也非常的害怕 当时不顾得生命的安危 事后想想 很可能一步走错就丧了命了 但是这么危险的事情 许多年后 父亲这样淡淡的提了一句 第一个叫做许多年后 父亲才讲 说明什么 说明尽管这件事情是父亲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干的事 但是他不会经常把它挂在嘴边 他只是默默的去奉献 第二 哪怕多年之后提到这个事 父亲也只是怎么样呢 淡淡的提了一句 并不会刻意的去强调他 所以后面就讲到父亲是一个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 父亲虽然对我对弟弟都非常非常的爱 但是他并不会说那么多 跟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呢 多数时候他都是沉默的 这也是中国的父亲的特点 多数的父亲都是比较沉默的 不太愿意去表达自己情感的 但是我却能够感觉出自己那与父亲息息相通的心跳 就这个儿子能够感受到跟父亲之间的这种牵连和爱 离家之后 我收到了父亲的第一封信 说我离开家去上大学了 父亲给我写了一封信 当然后面肯定还写过信 但是第一封信呢 我的印象最深 信里面有一句似乎很伤感的话 你要注意这里边用了一个词叫似乎 我在这里可以提前的让大家去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要用似乎这个词 就是为什么不是信里面有一句很伤感的话 而是信里面也有一句似乎很伤感的话 好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先去看这句话是什么啊 父亲讲了一句什么话呢 还记得那辆破自行车吗 你走了以后 我到后院杂物堆里去找 却绣成一堆废铁了 好读到这里我们发现这个自行车并没有离场 对吧 因为这是在小时候做的事情 但是等到我上大学之后 父亲又一次提到了那辆自行车 他说你还记得那辆破自行车吗 你走了之后呢 我到后院杂物堆里去找 却发现他已经绣成了一堆废铁 那在这里面我们先问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在这个儿子上大学之后 这个父亲会去后院杂物堆里找那辆自行车 他想干嘛 有人说他又想骑自行车了 是这样吗 儿子上大学了 父亲说没事干了 要不骑个自行车断了一下身体 肯定不是 父亲为什么会去后院杂物堆里找那辆自行车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是为了干什么 是不是为了安慰 慰藉自己对儿子的想念 是不是有对儿子的思念 因为想儿子 所以才会去找当年跟儿子有关的东西 现在这个儿子去上大学了 这个父亲要干什么 想到自己这个儿子 哎呀你看当年那么点对吧 一点点长大了 现在也见不到了 很想他 然后想到当初骑着自行车天天接他 哎那自行车呢 找找去 去后院杂物堆里找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找到了 却发现他绣成了一堆废铁 父亲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是不是有一种心酸 你能不能从这里面读出一种心酸 有一种心酸啊 为什么心酸 这个自行车以前是干什么的 是载着这对兄弟的 是这个孩子上下学的时候去接送他们的 而且骑这个自行车接送他们的人就是这个父亲 如今孩子倒是长大了 但是这个自行车已经废掉了 这自行车像谁啊 像不像那个父亲自己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心酸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父亲想到自己现在不中用了 就像这个被绣成了一堆废铁的自行车一样 所以你去看后面 这句话之后 我再回来问你 为什么作者要说 信里有一句似乎很伤感的话 这个似乎是什么意思 似乎的意思是 不是很确定 但好像又是 什么不确定呢 因为父亲并没有直接表达伤感 所以并不是很明显很确定 但是为什么他又觉得好像是 就是因为后边的这个绣成了一堆废铁 本身就是父亲对自己的这个老去 无能为力的这样的一种心酸 所以他前面用那个似乎那个词用的很恰当 那儿子收到这封信之后呢 他就给父亲写了一封回信 我们来看这个回信当中 他怎么说的啊 他说我想了许久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 给父亲回信 你要注意 这种小细节很有意思的 为什么要强调是在这个时间点给父亲回信 我想了许久 在一个阴云密布的下午给父亲回信 会有什么不同 我想了许久 在一个没有星星的夜晚给父亲回信 有什么不同 很明显这就是作者的这个情感基调 已经开始埋伏了 已经开始渲染了 对不对 我的这封信是一封什么样的信 我们先不用去看后面的内容 我们就光看到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 给父亲回信 说明我这个信的内容是怎么样的 一定是乐观的 对不对 是积极的 对吗 是不是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去表达一些环境 一些情境的时候 其实你要知道 很多时候这个情境环境 写的表现的 其实是这个作者自己的内心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 给我的父亲回信 就是我想了很久很久 我到底是应该安慰他 应该同情他 应该怎么样 但是最后所有的情绪 化成了一种乐观积极的情绪 我在心里说 爸别担心 那辆车每天晚上都在我的梦里出现的 这里边什么意思 什么叫别担心 他觉得他爸爸在担心什么 他读懂了没有 你要注意啊 他前面提到 他说你还记得那辆破子行车吗 你走了以后我去后堆的杂物堆里一找 发现他绣成一堆废体了 那你觉得这个爸爸在担心什么 担心自己不中用了 担心孩子用不上自己了 担心孩子嫌弃自己了 自己老了 所以这个儿子看懂了没有 其实他是看懂了 他说你不要担心 那辆车每天晚上都在我的梦里出现 这是什么意思 我永远不会忘记 当年您是怎么带我们长大的 对吧 您的那个高大的身影 在这个自行车带着我们走的那个年代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我坐在后面 弟弟坐在前面 您把车轮登的飞快 你看登的飞快是不是又是那个 强壮的年轻的父亲 所以读到这里 我们再回到这个文章的第一段 他说 十岁的孩子是崇拜父亲的 因为那个时候他觉得父亲很高大 二十岁的孩子是鄙视父亲的 他觉得父亲老了不中用了 四十岁的人是怜悯父亲的 他感受到父亲老了 同时也知道父亲不容易 但是在作者的笔下 他觉得父亲在我心里面永远都是那个高大的父亲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父亲当初骑着那个破旧的自行车 除了铃铛不想到处都想 带着我们兄弟两个人上下学 风风雨雨 风雨无阻 也就是说父亲对我们的付出和爱 我会在心里面记一辈子 这就是为什么他讲 我一辈子都会把父亲作为唯一崇拜的那个人 所以这就是这篇文章 父亲的自行车 所以这个自行车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是当年曾经强壮有力的父亲 也代表的是后来垂垂老去的父亲 但是不管是当年还是现在 在这个儿子的心里面 这个父亲永远都是一个高大的 无所不能的存在 这些全部都源于父亲当年对孩子所付出的爱 这就是这篇文章 叫父亲的自行车 所以我们现在读完这个文章之后 你会觉得这个作者只是为了告诉你 我爸有一自行车吗 其实当然不是 他只不过是把所有的父爱 承载在了这个自行车上 这也是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 非常好用的一个手法 这个手法叫什么呢 叫做借物抒情 或者叫托物研制 用这个手法你可以写出很漂亮的作文 比方说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你想去写 你跟你的好朋友关系特别好 你们这个友情很牢固 对吧 你们这个铁哥们好姐妹都可以 怎么写呢 你不一定非要上来写说 我跟他感情多好多好 他每天怎么在我家写作业 我每天怎么在他家写作业 来这之后呢 有时候我们也吵架 他也打我 打我第二天我就不管了 对吧 我们俩又好了 第三天我又打他 他也不管了 我们俩又好了 你不一定非得这么写 你可以怎么写 你可以去找一个东西 让这个东西见证你们的友情 比方说 我认识他的时候 刚好是在我的这个生日会上 对吧 他送给了我一块手表 后来这个手表 如何见证了你们的风风雨雨 阳光雨露 你们有很开心一起爬山的时候 也有因为某件事情争执的时候 甚至有可能因为一件事情 不小心在争执的时候把这个手表摔坏了 但是最后你们又如何把它重新修好 看到这个手表 你就想到了你们的这段友情 这个就叫做脱物言之 或者叫戒物抒情 去写自己的亲人也是一样 去写自己的老师也是一样的 所有的情感可以拴在一个事物 一个具体的东西上 比方说有人去写 哎呀我的爷爷去世了 比方说有人去写 哎呀我的爷爷去世了 我特别的难过 然后我想到我爷爷当初对我多么多么的好 他特别的爱我 我小时候去爷爷家 爷爷总是怎么样对我好 我现在心里很难过 你如果只是这么写呢 就比较的普通 你可以尝试找一个东西 比方说你说哎 我小时候去爷爷家里边 爷爷经常带你玩的 带你吃的是哪个东西啊 对不对 比方说爷爷经常带我玩 玩风筝 你们知道我是山东人 对吧 这个地方经常放风筝 那你可以怎么写 你就可以写 比如说开篇的时候 你就不要去写爷爷了 不要去写说我的爷爷去世了 我心里很难过 然后我回想起了 我以前在爷爷家发生的事 你可以去写 每当到了春天 天空中又飘满了五颜六色的风筝 每当这个时刻呢 我总会常常久久的驻足停留 抬头远望 天空中的那些风筝好像在向我眨着眼 那仿佛是爷爷在天上望着我 是不是这感觉就不一样了 就是你看到的不再是风筝 你看到的是你爷爷 当然你这个是玩的 你吃的是不是一样的 比如说 有人说老师 我爷爷没给我弄风筝 我爷爷经常带我去吃火烧 那也可以 对吧 每次碰到一个什么样的火烧店 你忍不住 驻足停留 看到火烧 你就想到了爷爷 对吧 是因为当年爷爷经常带你去吃这个火烧 所以所有的这些 其实全部都是一种风格 这种风格叫做借务抒情 或者叫透露颜值 把这个情感寄托在某一个具体的东西上 由这个东西的描述 去引出你们的故事和回忆和情绪 这就是读这篇文章 我们可以学到的东西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关于父亲的自行车 我们就读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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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